一对相信是夫妻关系的乌裕男女 以饲养牛羊来掩人耳目 暗地里却贩毒 吴嘉曼与滨州警方昨天上午11点 在敦林墙右大岛一带检查 这对夫妇的轿车时 起获了市价约16万6千令吉的 47.4公斤大马 警方事后也充公嫌犯的财务 包括轿车 摩托 二十头牛 以及四头羊等 这些财务市价近十万令吉 男嫌犯今年38岁 女嫌犯49岁 他们的尿液对毒品检验成 因性反应 他们都没有案底 警方从今天起扣留两人 直到18号协助调查 嘉曼